有很多理髮師朋友看到這裡傻眼 三角形翻團的感覺 讓心情放鬆的一個東西 然後我現在只要按這個 我的 一年後的今天我的突破 真是太感謝大家了 嗨 Good morning 我們終於走到Trail Head 走了半小時了 還有啊 所以這不是Trail Head OK 難走 然後走到最遠端這裡 就叫Trail 全回去 Rio時間到了 我們要再擦防曬了 這邊有高爾夫球場耶 一個有名在海邊的高爾夫球場 OK 我們到了也是Broken Hill 南邊的出口 好大喔 我覺得我們一定要 至少每個月要兩三次吧 就出來這樣走走 你覺得呢 然後呢同時要 每個月餐廳20塊錢 哪一張信用卡 你說 那張信用卡其實是旅遊卡 它是Mariot的聯名卡 那張卡片你可以 這個路這個沒有意義 那這張卡片你可以拿到 Mariot的最高級 白金 也不是最高級 拿到Mariot的白金會員 我們要 飯店的最高會員做什麼 如果常常出去玩的人 會常常會住Mariot的人 我們會常常出去玩嗎 會 所以 所以暫時就是我們 到這邊全部都是高爾夫球場耶 有點海市聖樓的感覺 哇 好誇張喔 之前很常有新聞說什麼 有遊客啊掉下去 會卡在岩壁中 剛剛如果右轉的話 可以到更靠近海邊的那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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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我看 好 越接近中午了 人突然變多的感覺 這麼多人了 很難想像路口那邊有多少人 嗨 好 今天的第二隻蜥蜴 第三隻蜥蜴 我們要加快速度了 雖然花很漂亮 但我們要趕快回去了 哈哈 下山囉 剛剛突然 回憶體 我們認識在一起的第一個請人姐 就是來爬 Tory Pine 我都忘記了 是她在提琴 哈哈 不用講什麼 我忘記的事情 對 這裡春天來還是有點微涼 但夏天來又太曬太熱了 春天還不錯 推薦春天來 早上來還蠻多人在衝浪的 現在應該大家都去吃午餐了 這隻是我在國中的時候 我媽就買給我的 那時候只修瀏海 現在已經修到整顆頭了 我其實沒有什麼技巧 就是在用打拔的時候 不要平的剪 就是偏斜跟直的剪 這樣子而已 頭髮真的很多 很熱 像有個斷層 把斷層修一修 剛剪完這邊之後 衝出去 在Sam去開會 然後現在回來要處理這一邊 幸好路上沒有遇到太多人 對我來說原則就是 左邊做什麼 右邊就做什麼 然後後面 做出來會是奇的 這樣就好了 會不會有很多理髮師朋友看到這裡 傻眼 沒關係啦 會長出來的 失敗了再去求救 會不會很多理髮師其實很討厭聽到這種 然後最後再綁一個類似這樣子的小髮劑 讓它不管怎麼旋轉看起來都是平的 我就會覺得OK了 應該吧 應該吧 哇好像流血了 OK沒事沒事我沒事的 這是今天的這一批超多的 昨天已經做了一隻超大的天竹鼠了 今天這隻好像更大欸 現在變超清爽的 還可以吧 我比較喜歡左邊這邊 晚上再請Sam幫我把後面弄一弄 修一修 應該要有一種三角形飯糰的感覺 可是好像比較像是一個圓形的蛋 雖然已經講過N次了 但是之前肩膀受傷的時候 腦中有閃過一大堆想要做的東西 就是有點像是彩排的感覺 沒有辦法做 所以只能在大腦裡彩排 然後彩排了超多東西的 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啊 這邊要用什麼東西解決啊什麼的 沒有還滿意新的頭髮 但又能怎樣啊 目前說好的2000訂閱慶祝洋裝 到現在還是只是一個 只行的狀態而已 但慢慢再進行了 對於2000訂閱這件裙子可以拖一年之久 我也覺得非常的誇張 我就覺得好像給了自己太多限制 就會有很多的壓力 然後就越不會想要去做 我本來這件2000訂閱洋裝也是想要做的 就一改造那一種 但是那個布料真的太少太難運用了 所以剛好這塊布料到我手上 它是社區大學那一堂縫紋課的聖布吧 就是他們沒有要用了 然後如果我們沒有要的話 他們可能就拿去回收之類的 在回收桶撿回來的布料 我覺得超棒的 它是一個很好的練習很好的機會 而且拯救我這塊布給他第二人生 算也是一種永續吧 來去煮飯 可愛運用的東西 兩包食物 兩包洗澡的沙子 跟兩包 然後我們要再去買其他東西 今天天氣還不錯 有點多餘 其實有一種不知道該不該穿外套的衣服 現在這樣穿在流汗 他居然還穿發熱衣 我有點熱了 嗯 他準備西瓜了耶 你要吃西瓜嗎 這樣好了 好 剛從哈士多回來 看一下買了什麼 更多的無花肉 這次要包的粽子呢 應該是比去年跟前年還要多 因為要了一些朋友一起來玩包粽子 超級多紅蘿蔔 我們大概一兩個月就可以吃完這樣一整袋了 六大罐牛奶 來 半加倫的牛奶大概喝三天左右 就喝完了 所以可忌要買六罐 然後買了沐浴乳 因為我在修我的髮尾 然後本來想說用剃刀直接這樣嚕過去 但是我們家剃刀沒有反應 不管充電還是怎樣都沒反應 所以我們決定買新的 不便宜耶 本來想說要等特價 但是我們需要熟 小隻必須面對的 OMG 買了內褲 哈哈哈哈 現在內衣褲都在Costco買 感覺非常的大媽 Style 茶梅 蘑菇 小橘子 大家要是來加州玩的話 記得一定要去買這個小橘子吃 真的非常的多居又香甜 是加州的標配 而且你在玩的時候 就很難攝取到足量的維他命C跟纖維 所以去好市多的話一定要買一個這個 公路旅遊啊 或者是一般在家 放在飯店裡什麼的 都非常適合 欸我要怎麼解釋 Waganda 嗯 撞羊的 不剪掉啊 這可以啊 真的假的 我們都叫他Waganda Waganda forever 總之呢 這是會讓心情放鬆的一個東西 應該是可以 讓我們 比較輕鬆去面對 日常生活中的 所有一切的那種 叫補給品 我們要吃 我們要吃 酸白菜羊肉鍋 買了德國酸菜 酪梨 蘆筍 香蕉 OK 查到了 這個 Ashwaganda呢 它是可以 改善失眠狀況 增加肌肉質量的力量 降低血壓 降低膽固醇 跟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 甘油脂水平 還可以改善腦功能包括記憶力 還可以殺死癌細胞 這太恐怖了吧 降低糖尿病患者的血糖 還可以減少與皮質 除蚊相關的體重增加 然後還可以減輕眼疹 很多欸 最重要就是可以 減輕一些焦慮的狀況 啊 還不錯 還不錯 很像紅 你姐姐很像這樣 啊 好啦 你應該是…… 你先住在這裡 你會說 太多 了 你會說 我們要維持 這種 以前的完美 我做了一些 我要做一堆 我有一堆 我有一堆 ない 我有一堆 我会有一堆 我有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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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去吹的就蓝莓柠檬派 巧克力夹心酥 要来做3000订阅的庆祝蛋糕 Lirally它就叫庆祝蛋糕 看到这个的时候又看到了上面这个 我也觉得很有趣的 柠檬口味的蛋糕 觉得会非常适合夏天 超爱这个美国的现成的蛋糕粉 三颗马铃薯 紫玉的饼干 三包Trader Joe的水饺 非常方便又好吃 洋葱 富士苹果 冰淇淋 它要做那个阿法奇朵的 不知不觉又周末了 这礼拜真的非常的崩溃 毫无来由的大哭了 两三天之后 觉得好像水蜜 应该告一段落了吧 我想哭完就没事了吧 就是没来由的哭 周末就是要赶作业的日子 隔壁二楼是妹妹送我的一个手机夹 现在变得超方便 不然以前都要 就是弄在衣服上 或者是架在这里之类的 然后我现在只要按这个 这样就好了 就是这堂课学到的主要技巧之一 叫做港式的包边 然后它就是用包边带 缝在正面像这样子 缝在正面之后 不用反折第二次 直接包到布料的另外一边 然后在这个边界上面缝合 所以缝完之后呢 就会长像这样子 然后等一下再把多余的这个边 剪掉就好了 它的做法应该是缝好之后呢 要再剪掉八分之一英寸 可是我很懒惰 所以我就没有这么做 我就直接 芒果的 这个叫做醋饮吧 它还有超多口味的 这种醋饮的口味 就真的没看过了呀 这是一般的长度 它是它的两倍 它们的芒果要加很多很多的香料 太阳切勾 你看 你看我看 耶 我现在要去北边的一间餐厅吃缅甸料理 听说是全圣地雅哥唯一的缅甸餐厅 这是鸡 这个是牛 这是Coconut Soup 然后要加好多香菜 好香喔 咯咯咯咯 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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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要谢谢Uncle请客啦 算是表妹吗 他在今年10月的时候就要结婚 然后有邀请我们去 他要嫁给一个印度人 所以会是一个超盛大的印度婚礼 所以呢 我給自己的挑戰就是要在暑假的時候做出 還有給Sam做一套 所以是兩套一男一女的印度傳統禮服 希望可以成功 我敢說這應該會是今年最大的project之一 我會感下這種promise是因為 我今天終於把我的2000訂閱的慶祝洋裝做完了 真的拖超久 拖了一年了 今天終於完結了 心裡的壓力減輕了不少 這兩天應該就會再拍成果給大家看 希望拍攝一切順利 一年後的今天我突破了3000訂閱了 真的是太感謝大家了 這個週末也約了朋友要來家裡包粽子 或許就考個慶祝蛋糕跟大家一起慶祝 雖然沒有辦法真的做給大家吃 但找一些身邊的朋友慶祝也算是一種 其實對我來說是一種還蠻值得去這麼做的一件事情 這一集同樣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真的很感謝大家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見囉 歡迎 今天再見 大家好 我們下次見囉 祝你生日快乐